好 大家加油了 好 準備進行我們的資格賽 第一個題是 請看五秒 第一屆中國小姐 你想到誰 天啊 都還沒出生 當然 第二個題是再看十秒 妳能知道就厲害囉 對 我知道 也應該只有妳知道 因為這邊妳年紀最長 真的 真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易如姐 答案是 翡翠 所以就講翡翠 對啊 翡翠水庫啊 然後那個好像叫胡翡翠 之類的 那妳的答案是翡翠 還是胡翡翠 翡翠啊 翡翠答對沒有 胡翡翠人家還是我學姊的 對 翡翠 人家是我世心的學姊 我們都不知道有這個人 不知道有這個人 如果沒記錯的話 糟糕了 妳真的知道 妳好棒喔 應該只有我跟妳 閉嘴 黃靜晴 陳映露的 九分科 郭略賽 請就位 陳映露同學 澳東南昆斯蘭大學 氣管研究所畢業 我們第一位 要一起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當集的夢幻大獎 來 請開門 請看這集 這次我們末英準備的有 還有 有新的獎品喔 一萬的大獎呢 是Wi-Fi移動空調 然後還有監聽耳機 三萬的是兒童多功能的 三輪推車 然後呢 五萬大獎呢 是那個 恆溫騰斯的紅酒冰箱 十萬的是 智慧折疊腳踏車 妳的題目剛剛看起來呢 非常的過癮 都是妳有興趣的範圍 對 店訪很長的時間妳知道的 對 妳們非常用心 公布一下陳映露 今天的第一套的 九龍格功力賽提醒 請看 不是貴賓 而是一位狗 對 這狗呢 養了這個貴賓狗 養了還不到一年 澳洲奇景 奇蹟景 那說的是妳在澳洲 待了五年的時間 對 植物 澆澆水 妳在自己裡面的家庭 裡面會種植物 網購看心理 妳網購都會用APP來完成 對 從哪邊開始 是啊 那就 蔬果去烏法好了 應該至少 應該有一點點概念吧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 請處理 那有可能啦 這個我有印象 妳有印象 對 妳沒有發現菠菜跟A菜 是唯一裡面綠色的嗎 這個高麗菜是白色的 日本節目說 菠菜裡面有A酸 然後葉酸 然後葉酸可以去除 那個衣服的髒污 然後那衣服還洗得料嗎 那些菠菜的汁 如果你用的時候 不要刻意把那個蔬菜渣 卡到纖維 其實是取其汁的話 其實是有效的 要是我的話 去選高麗菜的耶 為什麼 妳好厲害喔 因為菠菜跟A菜 是綠色的啊 我怕他一洗衣服 衣服變綠色的 沒有...應該是葉酸 因為葉酸還可以去 像什麼生鏽都有效 如果家裡的東西 有生鏽 你用一點那個葉酸 還是草酸類的 好像都可以取得掉 讓我了解一下 會選高麗菜的舉手 沒有 沒有 他都不捧你的腸 沒有 不是捧我的腸 我們現在是一種 屁股動的腸 或許真的會有人認為 是高麗菜啊 為什麼這樣講呢 對不對 家事達人 菠菜答對了你 請介紹 答對 好 我們今天簡單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可以去除零口的黃字 像是菠菜啊 其實呢 基本上你把它汆燙過之後呢 你只要把這個衣服 泡到裡頭去之後 的確它裡頭的葉酸 可以幫忙我們把這個黃字 做一下氧化還原的動作 但是要提醒大家喔 不是愁騰騰的狀態之下 就把你的衣服放進去 要記得把它加一點冷水 變成常溫的狀態 把衣服泡在裡面 十到十五分鐘 就可以讓它再拿到這個洗衣機 去洗過之後呢 就會變得乾淨溜溜了 而且這個非常好啊 這個菠菜呢 汆燙過的話還可以吃 所以一舉兩得 當時呢 如果家中沒有菠菜的話 用粗鹽 用水 或者是呢 你是用檸檬汁 弄熱的這樣子的方式呢 去浸泡衣服 也大概是十到十五分鐘 都可以達到同樣的功效 第二題 來 繼續 加油 來個貴賓來美容好了 都是你的牆山跟熟悉的 下去了好幾年 做了好幾年的事 你偏學一個 還沒有養到一年的狗 沒有...因為我上個禮拜三 還帶狗去那個大美 所以覺得這件事 它還有大美啊 小美就是只有洗澡跟修那個 所以它跟測量也有小美 大美這樣子 有啊...然後因為... 那你有清內裝嗎 內裝 那就洗耳朵 算不算清內裝 跟刷牙 這應該算吧 貴賓來美容 請注定 應該我的答案是 鎖定 有一個造型的名稱是吧 因為我想說 然後只有田田先生 感覺是圓的啊 那其他... 所以你是猜的啊 因為...我是猜的啊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他問你 要剪長還剪短啊 然後頭要剪圓一點 還是空一點的 沒有...沒有術語的啊 然後我想說貴賓腳 我知道貴賓的腳 比較細長 有些會刻意把它剪出 它毛是自然捲的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會幫它... 貴賓腳 對 它會把它剪的 然後它好像看起來 腿比較細長 就把毛剪短一點 那太立兄不長... 對啊 然後我想說 那個泰迪雄不是就是 特色在頭圓圓的嗎 感覺都比較圓潤感吧 你就猜一點甜甜圈 合理 是 不曉得啦 又被你猜對了 真的是猜的嗎 請揭曉 好 謝謝 好 好 如果想要帶家裡的貴賓狗 去美容的話呢 一定要先搞清楚專業術語 否則呢 你隨便能跟人家亂講 剪出來可能會跟你想得 完全不一樣 像是現在很多的貴賓狗啊 會剪得看起來就是 圓圓可愛可愛的樣子 事實上呢 那個叫做甜甜圈 那有一些人呢 去了會跟牠那個美容師說 幫我剪出一個貴賓臉 剪完你可能會哭喔 因為貴賓臉呢 是長得像那個芝麻界的大鳥姐姐的 那種臉 就是臉是那種瘦瘦 常常臉上整個沒有毛 是把牠的毛全部都剃掉了 所以看起來不是走可愛路線 是比較貴婦樣 臉會變尖尖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不是你想像的那種 像泰迪熊的樣子 那麼貴賓狗呢 其實也是弄完以後 會像雞腳一樣 也是完全沒有毛的 所以呢 在這個美容之前 一定要再三確認 你想要的到底是有毛 還是沒有毛 這就講這個專業的術語 一萬牠在巷子頭 就要送到妳家來了 第三題 妳會自己組 有 而且我每天都有去到廚餘 我跟清潔隊的先生是好朋友 妳冷靜一點 到廚餘都不只妳一個人 但是 因為我都認真分類 然後他們 然後他有時候 廚餘還能分什麼類 養豬跟那個堆肥 用膳有廚餘請出禮 古代皇帝用膳師 菜色多樣 請問最後皇帝沒吃完的 剩菜剩飯 最後會怎麼處理呢 A 太監工女分食 B 賞給值班首位 C 賣給民間餐館 阿姿 哪個朝代都不一樣 這個好難喔 而我的答案是 C好了 賣給民間餐館 清水 你怎麼猜的 妳好棒喔 還有喔 因為我覺得說 妳是好荒謬的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啊 因為如果皇帝吃完 那些人都還可以吃 都在同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 太合理 他們兩個的雷同度 有點高 都是下面的人都可以吃 這樣子不是很怪嗎 太監工女分 直班首位都是下面的人 宮裡面的人 對 然後跟皇帝吃 等於是一樣的東西 好像不太多吧 而且看那個 那當然是誰 從哪個管道 跑出去賣給人家的呢 難道是私賣嗎 我也不知道 但宮廷劇裡面也沒演過 他們在吃皇帝吃聖啊 對啊 看過很多宮廷劇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沒得選 就感覺好像就選一個 宮廷劇流行了這麼久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結果沒演過這一段 從哪一個門開了 對啊 對不對 感覺他們裡面的那些 不能吃這些吧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應該會被抓吧 我也不知道 我亂拆 我真的是亂拆 有道理 他說得很有道理 都會說服啊 那既然能夠給民間餐館來分享 讓民間可以吃到 可以品嘗到 那應該可以大 可以大叔特殊的一個畫面 為什麼沒有 可能是偷偷賣的啊 就不能說的秘密 特殊館道 我想應該是高級餐館 所以說不就是 皇帝國際 反而在城外的時候 可以去這些高級餐館 他們也會出城去嘛 是不是啊 對啊 可是下人如果 跟皇帝吃一樣的東西 就是成和體統 對 成和體統 你得到大家普遍的支持 大家人太好 你應該出來選里長 對 來 請介紹 掌聲 謝謝 獎品 獎品 獎品啊 在皇帝吃飯啊 一切都是要最高規格 所以呢 每一餐他都有上百道的菜 但是呢 皇帝他每一道菜 都不能吃超過三匙 否則呢 就會被嚇人知道 他到底最喜歡吃哪一道菜 以後就比較可能 會在這一道菜裡頭下毒 所以呢 皇帝只要這道菜 吃到第三匙的話呢 這道菜 這個十年半個 十天半個月都不會再出現了 所以呢 所以這一些聖菜聖飯呢 到最後就會被太監啊 宮女啊 還有這個皇宮裡頭的侍衛呢 變成一條產業鏈 倒賣出去 所以呢 這個他通通都會把它賣到這個 金城裡頭一些比較大型的 高檔的餐館 那就會打出御膳的名號 稍微再做點加工 重新擺盤 賣給土豪 貴族 很多人搶著要買 所以呢 這個皇帝御膳的產業鏈呢 甚至可以養活上萬人 就知道多麼可觀的暴力 恭喜到 謝謝 再三題 大掃除口罩 大掃除口罩真的很重要 請注定 使用清潔劑來大掃除 大掃除 大掃除多半都會用清潔劑啊 對啊 那為什麼不用N95 因為 一般不太 因為N95應該 我覺得這兩個BK7好像太 因為我有時候太高端了 對 然後清潔劑廠商 有些會寫警語 頂鍋就叫你戴口罩面罩 他也沒有特別強調 叫你要用到防毒或N95 居家清潔會用什麼 一些什麼劇毒性的清潔用品 其實比較怕的就是一些 像濾的東西不是說真的劇毒 但有些人對濾氣會過敏 就是他聞到濾會不舒服 我知道的是那個漂白水 對 就是濾啊 有人會不知道應該要稀釋 要稀釋幾倍嘛 對 然後其實沒有稀釋原汁 然後尤其常用在廁所 廁所是密閉的空間 又沒開抽風機 濃度太高 然後或者是漂白水加酸的東西 最常加的是鹽酸 就會產生有毒的濾氣 那濾中毒 對 國性探口罩 請揭曉 大口 正確答案是 防毒面罩 是不是覺得很誇張 但是呢 這個勞動部要告訴大家 如果呢 只是一般大掃除喔 沒有用到任何清潔劑 那就是純粹只可能呢 會吸到一些粉塵啊 灰塵的化的狀態呢 用活性探口罩 的確是OK的 但是呢 如果一旦你有用到漂白水 或清潔劑 這些可能會揮發起來的 化學物質的話呢 其實啊 如果戴活性探的口罩 只有前五分鐘 可以幫你部分的阻擋 那N95的口罩呢 是比較適用於 本來就有敏感體質 但是呢 沒有用到清潔劑的狀態 但一旦你用了清潔劑的話 最好就要使用 防毒面罩 它才可以達到三四個小時的 這個防止這個毒氣 入侵的功效喔 那防毒面罩呢 沒有很難買啦 其實基本上呢 你去五金行啊 大賣場啊都買得到 而且呢 在打掃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居家通風 把窗戶跟門窗 通通都打開喔 送個禮物給她做紀念 我們要送給陳映如的是 卡羅拉加道版氣炸鍋 澎湃族 這是日本品牌的氣炸鍋 有4.2L容量加大 從鹼油到烏油烤炸 甚至是做甜點 都不需要技巧 再搭配完整配件 讓你的料理更多元 送給妳 希望妳好玩 謝謝 那請你下一回喝這個菜 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